合作 好 若是秦大师有什么需要 请管吩咐 老夫若皱一下眉头 我都不是人 耶律洪涛看见秦晨真的没什么要求 感动得是无以复加 紧接着 他整个人迅速冲向炼制室 并对手下吼道 老夫现在开始闭关了 出了秦大师来 谁也别打扰我 话音一落 咣当一声 炼制室大门紧闭 只留下几个不明所以的气垫管事 在那面面相去 离开气垫之后 秦晨紧接着去了血脉圣地 血脉圣地里 南宫黎的表现 比那耶律洪涛不成多让 看见秦晨之后也是激动无比 同时呢 也是忐忑万分 秦晨自然不会端着捏着 知道南宫黎会长想要什么 他直接把上古血脉之术的核心部分 传给了南宫黎 在听到秦晨的传授内容之后 南宫黎同样是感激涕零 整个人哆哆嗦嗦 都要哭了 当这么多年苦苦追求的梦想 眼看越来越远 怎么都无法实现时 秦晨直接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给他通往自己梦想的方向 并指了一条明路 这让他如何不激动呢 秦大师 以后不管大师有什么需求 只管来找老夫 哪怕上刀山下火海 老夫绝不皱眉头 南宫黎拍着胸脯 豪爽道 南宫会长放心吧 本事要保证 你我以后会有大大的合作机会 而且这上古血脉之术呢 也不算什么 届时 说不定南宫黎会长 会有更大的惊喜呢 秦晨微笑道 只是呢 南宫黎对秦晨所说的 什么更大的惊喜 没什么感觉 在他看来如此可怕的上古血脉之术 已经是极为拟天了 除此之外 还能有什么惊喜 能比得上这上古血脉之术的 好 那老夫 敬好秦大师加音了 秦晨离去后 南宫黎也第一时间进入了闭关 开始研习起上古血脉之术来 一天功夫 将气点和血脉圣地事情处理完 秦晨回到丹阁 却接到了刘玄新的消息 不得不说 下定决心后 冷戒办事效率超快 仅仅两天功夫 动用所有渠道后 秦晨写在清单上的东西 都被收集齐了 这些个东西呢 同样被送到了丹阁 这冷戒效率还真快啊 竟然这么快集齐了 看着面前的珍惜材料 秦晨心下大喜 这些个日子 他早把自己修为 提升到五阶后期巅峰了 距离六阶五尊嘛 只有一步之游 只不过呀 这一世秦晨修炼功法 太过于拟天 导致突破难度极高啊 他也不敢贸然突破 可如今这些灵药聚集了 顿时让秦晨心里充满了惊喜 唉 看样子 是时候突破到五尊了 收起灵药 秦晨的脸上充满了狂喜 不过以我现在修为 炼制七阶网品担忧 还有些不可能 但若有卓清风配合 会有一些惊喜也说不定呢 单格格主卓清风 乃是六阶巅峰炼友时 有他出手 一同联合炼制 秦晨相信 绝对比自己炼强得多了 人考虑着 是不是把他从闭关中喊出来 这时候 卓清风自己出关了 秦大师大恩 老夫永生难忘 从今天起 秦大师你就是我卓某的二人 以后但凡用得到 我单格的地方 尽管开口 卓某若是说出半个步子 我不得好死 卓清风激动得语无伦次 一出关就找到了秦晨 脸上满是兴奋呢 诶 卓柯主 就一个滋养穴位的秘术 用不着怎么激动吧 秦晨是有些无语了 看着卓清风满脸朝红的激动模样 还真有点怕他当场疯了 哎呀 什么叫一个滋养穴位的秘术啊 卓清风激动得 就这份秘术 可是老夫的命根子啊 此时此刻 卓清风哪像什么单格格主啊 倒想一得到心爱礼物的少年 就不差手舞阻挡了 秦大师你是不知道啊 卓某当年在单格犯了错 其实是被北天玉单格驱逐出来的 再加上卓某天生精神力虚弱 很难突破到极高的境界了 因此 我一直不被北天玉单格重视 以至于师尊都没法把我留下 但当初卓某在离开北天玉单格时 师尊曾和卓某说过 只要卓某能打破天生精神力虚弱的魔咒 把修为提升到七阶五王 或者是成为七阶王品猎有失 那就有办法让老夫重回北天玉单格呀 这些年老夫是兢兢业业想尽办法 目的就是能够把这先天精神力虚弱给治好了 老夫的先天精神力虚弱将彻底治愈了 即使我必能真正跨入五王境界 重回北天玉单格呀 说到这 卓卿风早已是老泪纵横 泪流满面了 看见卓卿风如此激动 秦晨内心也忍不住为之触动 不知卓阁主当年犯了什么错 导致被驱逐出北天玉呢 同时秦晨也忍不住好奇 从卓卿风描述来看 卓卿风的尸门在北天玉单格 而且应该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一般弟子犯了错 最多也就责罚一番 但卓卿风这样 直接被扁入下级单格 终生不能回去的 这个有点少见呢 哦 当然了 本少只是问问 卓阁主若不想说 也可以不说的 见卓卿风面色古怪 秦晨摆摆手 其实他就是好奇 哎 没什么不想说的 卓卿风叹了口气 语气悠悠 像是陷入了丹年回忆 秦大使 哎 算了 我也跟许张老他们一样 叫你陈少吧 陈少可听过飘渺功 飘渺功 秦晨目光一鸣 某中射出悠悠的寒蒙 这他如何没听过呀 上官汐儿创的便是飘渺功 秦晨这辈子最大目标 便是重回武裕 亲自踏上飘渺功和轩辕帝国 找那上官汐儿和风少语 一对贱人算账 卓卿风倒是 没注意秦晨的表情 依旧陷入回忆里 飘渺功乃是天武大陆赫赫有名的可怕势力 其扩张速度之快 甚至在北天狱也建立了分部 而我当年呢 便是得罪了北天狱飘渺功分部的一位长老弟子 对方竟然直接找上我北天狱单格分部 要求把我交出来 飘渺功虽强 但我单格也不弱 我师尊他们自然不同意 可对方极为强势 咄咄逼人 师尊他们为了稀释宁人 最终只能把我驱逐到百朝之地 也算给对方一个交代了 卓卿风悠悠一叹 接着等 当时的我 精神力心天虚弱 未来极为有限 当格没必要为了我跟强势的北天阁 飘渺功分部闹分 这一点呢 我也能理解 而我这些年目标也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凭自己努力 重回北天狱分部 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不过呢 成为七阶王品列幼师 我暂时是不敢想了 但成为七阶武王 老夫现在充满信心呢 卓卿风激动的 秦晨目光幽冷 原来卓卿风当年 竟然发生了这么一桩事 看来赏关希尔统领飘渺功这些年 发展得很快呀 眼睛眯起 秦晨心中无比的冰冷 一个飘渺功分部 能让同级别的单格分部退让 由此可见飘渺功如今的强势 放弃好了 你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秦晨沉声道 这也给了他更大的压力和动力 卓卓主 我有件事要交给你办 什么事 陈少尽管吩咐 卓卿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一拍胸脯 给我找一件炼制室 本少需要炼制一炉丹药 炼制室里最好有丹阵 丹阵 卓卿风眼珠子一瞪 骇然地看着秦晨 陈少 你要炼制室很简单 老夫炼制室就可以给你用 可你要丹阵就难了 这百朝之地 哪有丹阵这东西啊 丹阵 是一种辅助炼丹手段 但操控难度极高啊 据卓卿风了解 这玩意儿别说百朝之地了 就算北天宇丹阁分部 那也没几个炼药师有 秦晨这个要求吗 有点太难了 没有 秦晨一正 先是无语 可玄机又明白了 想想也对啊 一般王品以下丹药 哪用得着什么丹阵呢 直接用丹炉炼制就行了 而王品以上丹药 百朝之地也根本不可能有 要说让卓卿风 在大威王朝准备丹阵 好像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没丹阵也行 不过最好找一个装备齐全 能够布置丹阵的炼药室 这个简单 陈少 你跟我来 在卓卿风带领之下 秦晨很快来到丹阁顶层 一个辽阔的炼制室内 陈少 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卓卓卿风自傲地说道 嗯 不错 秦晨点头 面前炼制室十分辽阔 占地面积足有整个单格的一层楼 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而且 因为没有全部利用的原因 空间也是极大 足够布一个丹阵了 卓卓主 还请帮我准备一下这些材料 拿出纸笔 秦晨很快写下诸多东西 递给了卓卿风 呃 陈少 这些都是阵法材料啊 你 本以为秦晨给的是 灵药单子的卓卿风 看紧单子上内容 一下愣了 直接上面密密麻麻 全是炼阵的材料啊 没错 既然炼制室没有丹阵 那我准备自己布一个 啊 自己布一个 卓卿风瞬间傻了 陈少 你准备自己布一个丹阵啊 他整个人震惊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 丹阵是极为复杂的 只有一些顶尖丹药的炼制 才会利用到丹阵 因此呢 哪怕最简单的 那都不是一般阵法师能布的 甚至很多时候 布置丹阵的阵法师 还必须是高阶的炼药师 你只管准备就好了 而且呢 本少只是布置一个最基础的丹阵 秦臣笑道 卓卿风无语了 最基础的丹制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弄的呀 心下虽然震惊 但卓卿风也没有任何犹豫 说干就干 马上就风风火火的 按照秦臣的吩咐准备去了